提起全红蝉,可以说是巴黎奥运周期国内体育圈的红人,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全红蝉可以说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还在国内比赛中拿到过冠军,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在东京奥运会时,全红蝉表现惊艳,全红蝉不仅斩获了女子十米跳台单人和双人冠军,成就双冠王,还在比赛中多次上演水花消失术,三跳拿到了满分的成绩, 并且总成绩创下了466分的女子十米跳台记录,所以全红蝉在在国内可以说是一夜爆火 全红蝉一名惊人之后,不仅是引来跳水民宿郭晶晶和吴敏霞等人的纷纷点赞,更是吸引了大批量粉丝的关注 于是,有网友开始吸巴全红蝉的经历,全红蝉出生于广东的农村家庭,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人之多,从小家庭条件并不富裕,父母难以一一顾及 在全红蝉七岁那年,被跳水教练发掘她的天赋,并且开始带她去体校接受正规训练 全红蝉的父母也无法帮助她规划未来的路线 全红蝉有今天的成绩,除了自身出众的天赋之外,更多是依靠她后天的努力,一跳又一跳地跳出来的成绩 并且,全红蝉的性格简单干净的,就像是一张白纸 再加上全红蝉寒门出柜子的禁地,更是让粉丝们对她心生恋爱,所以爆红之后迅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粉丝们对于全红蝉未来的发展之路更是寄予厚望 认为全红蝉将是中国跳水队一颗势不可挡的星星 未来必将成为中国跳水队的民宿 但是在全红蝉在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状态并不够理想,在大赛成绩上也是起起伏伏 多次被自己的对手也是队友陈玉席击败 其实,全红蝉在巴黎奥运周期成绩不够稳定,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就是,全红蝉在进入巴黎奥运周期之后,身体进入了快速发育期 由于身高和体重的快速增长,这也让全红蝉必须更加努力训练来适应体重和身高的不断变化 另外,在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全红蝉更换了分管教练 陈洛琳上位后,两人也需要更多的磨合 其次是因为全红蝉爆火之后,商业价值与日俱增 国家队方面也是给全红蝉安排了不少的广告代言 这也影响到了全红蝉宝贵的训练时间 不过对于这些现象,全红蝉的很多粉丝并不知情 终于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跳水锦标赛中 全红蝉被陈玉希逆转夺冠后,蝉宝的粉丝们坐不住了 全红蝉在本次比赛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入决赛 反观陈玉希预赛成绩不理想,预赛第四进入决赛 但是在决赛中,陈玉希一跳比一跳惊艳 而全红蝉却接连出现失误 最终,全红蝉被陈玉希逆转夺冠 赛后全红蝉粉丝质疑裁判打分公正性 并且有激进粉丝大闹技术台 这也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度重视 随后,新华社以及中国奥委会官宣发声 那就是抵制饭圈文化 不要让饭圈文化影响到运动员 其实饭圈文化不仅出现在全红蝉艺人身上 在我国多个体育领域都有体现 在中国奥委会发声后 国内体坛众多民宿以及运动员相继发文表示支持 全红蝉也站了出来澄清事实 表示个人状态不佳,才导致最终失利 这与裁判无关 如今在经历了此事件后 全红蝉在近日也做出了新决定 那就是放弃了春节休假的机会 继续在国家队刻苦训练 看到全红蝉的努力 粉丝们更是心疼难受 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全红蝉可以一扫往日阴霾 积极调整好自己 争取在巴黎奥运会实现未免